美俄羅斯未遵守美俄1987年簽署的中程導彈條約 宣布啟動退出程序 至今已滿半年 週五 美國正式退出中導條約 五角大樓從這一天起 可以開發新型中程導彈 射程覆蓋310到3400英里 美國總統川普週五表示 他願意與俄羅斯乃至中國重新達成裁軍協議 他已經就此和中俄進行了討論 路透社報導 先前沒有收到任何條約限制的中共 近年來迅速發展導彈系統和武器庫 分析認為 中導條約的終止 讓美方有機會通過裁軍協議 遏制中共的武力擴張 目前 俄羅斯已經公開表示 對美俄中三方裁軍協議保持開放態度 北京方面則還沒有表態 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埃斯珀 週六回答記者提問時則表示 他傾向於在亞洲部署地面中程導彈系統 並希望儘快完成 分析認為 這或許是美國在中導條約終止後 為抑制中共武力擴張的另一項舉動 新唐人記者林雨綜合報導